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地獻 讓你變成立財Superman 昨天聯準會開完會以後 如預期的升級一碼 那麼在會後聲明跟會後記者會上面 也有更多的資訊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來幫大家 把昨天這個利利決策會議上面 有哪些重點是大家必須要去做留意的 來幫大家整理一下 另一方面我們還看到了 不管是在美國的銀行股 或者是其他的科技股 財報還有各種的金融事件 也都持續的在檯面上面上演 所以我們一樣幫大家把這些資訊整理起來 最後再帶回来到底台股現階段的操作 還有交易策略應該要什麼制定 那麼在節目第一開始 一樣邀請大家幫我們點一個讚 大家可以感覺到今天我們的節目做起來 或者是現在的感覺比較疲累 就是因為昨天聯準會的利率決策會議 我們是全程參與 從兩點的這個會議公佈完以後 那生息一碼到了凌晨兩點半 聯準會主席要開會後記者會 我們全程把它參與完 所以現在黑眼圈稍微重一點 如果投資朋友喜歡我們 或者是覺得我們這樣子 至少也有苦勞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那就順手幫我們點一個讚 那有任何想法或者是建議的話 也歡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 在教育上面想要諮詢的話 都可以撥打影片下方的電話 團隊夥伴都會第一時間來幫大家做服務 那麼我們認為在這一次的 聯準會利率決策會議完以後 市場的不確定性已經降低 這件事情可以講得非常的肯定 那麼這個不確定性的來源 當然不是在到底聯準會要升息幾碼 因為我們在前幾天 還有包含是前幾個禮拜的節目上面 就不斷的告訴大家 升息印碼應該是板上釘釘 是一個不會有 它有應該怎麼講 它不會有什麼變數的事件 那也確實昨天真的升息了印碼 可是我們現在市場在意的是 在升完息印碼以後 6月份要不要暫停升息 以及今年年底要不要降息 我們昨天的節目已經幫大家 先把這兩個市場關注的點點出來了 而昨天的會後記者會上面 有沒有回答這兩個問題呢 算是有回答也等於沒有回答 那我們等一下就把重點拉出來 跟大家講為什麼叫做 好像有回答又好像沒有回答 而在不確定性降低以後呢 再加上現在這一波的升息循環 基本上已經來到了終點 但是降息循環還沒有要開始 而市場的預期跟聯準會的講法 還是有一段落差 或者是我們說叫做脫鉤 這樣的脫鉤你說是壞事還是好事呢 很難講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子的脫鉤 我們認為市場同時存在著機會與風險 我們趕快來講的更詳細 那一樣我們先看一下美股昨天的走法 在凌晨2點的時候 也就是利率決策公佈 然後呢 美國股市怎麼樣 大家如果有看昨天的期貨電子盤 在公佈的那一瞬間 往上急拉 就那一瞬間而已 可是急拉完以後一直到2點半 中間過程都相安無事 也就是我們在看這個 會後記者會的時候 我們覺得應該昨天晚上 不會再有什麼樣太大的變動了 因為你2點半一直到3點半 這段過程裡面 全球的金融市場走的都算是 相對的比較平穩 可是就在3點半 這個會後記者會結束以後 我們看到了這些指數期貨 全部都開始往下走 所以最後我們就看到了 以結果論來講的話 昨天美國的四大指數都是收跌的 都是收跌的 那當然你要把這樣子的因素 歸咎於說聯準會升息 也不太對 因為如果真的是 因為聯準會升息的話 那應該在凌晨2點的時候 就要開始下跌 那你要說歸咎於會後記者會嗎 如果是會後記者會的話 應該是在2點半的時候就要開始反應 可是一直到了3點半 我們才看到了 美股開始往下走 當然也是因為市場在消化 會後記者會上面的資訊 而下跌的最主要原因 等一下後面來跟大家講 先把昨天的這個利率決策會議的過程 包含像是會後聲明 會後記者會的重點 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總共六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暗示暫停升息 聯準會現階段 不可能給出太明確的指示 也就是他不會告訴我們說 到底六月份要不要繼續升息 為什麼 因為聯準會自己也沒有把握 取而代之的是 聯準會現在採用的是一種叫做 數據依賴 Data Dependent這樣子的方式 來去決定到底每一次的會議上面 我們要不要升息 以及要不要降息 當然要繼續升息的可能性 應該已經不太大了 雖然我們還不能很肯定的說 六月份不升息 這件事情還有變數還不能確定 可是我們從會後聲明的 用字潛詞上面的改變 我們已經觀察到了 聯準會的態度出現變化 也就是聯準會認為現階段的利率 已經來到了一個限制性的水位 他們不再預期會去做更多的政策 大家如果對於這個觀點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網路上面找 有很多人都已經幫我們整理好了 也就是三月份的會後聲明 跟這一次五月份的會後聲明 兩個比較 看看到底刪除了哪些字 以及新增了哪些字 這個就是聯準會態度的變化 所以我們從會後聲明稿上面 可以觀察的出來 聯準會已經在暗示說 在六月份有可能就要暫停升息 再來第二個重點就是 聯準會認為通膨現在還是太高 這件事情無庸置疑 不論我們看CPI 不論我們看PCE 我們都可以知道現在美國的物價都仍然非常的高 所以距離要把通膨打下來 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這個等一下會跟重點四連結在一起 我們先看重點三 重點三聯準會告訴我們說 認為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其實還是很低 也就是聯準會對於美國的經濟韌性 是相對的比較樂觀一點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了 勞動市場是出現一個比較溫和的放緩速度 當然你說下半年會不會出現衰退 我們認為這個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啦 肯定的 因為你在目前通膨這麼高的水準之上 你要不發生衰退就讓通膨降下來 機率不太大 我們從歷史的經驗這樣子講 所以美國可能會經歷一場溫和的衰退 但如果運氣不好拿捏的不好 或者是中間我們看到的金融系統 又出現了任何我們預期之外的事件的話 我們的這個經濟衰退就有可能變成硬著陸 但無論如何聯準會我們用想的就知道嘛 他們作為政府官員 不太可能會在一個公開的場合告訴你說 美國今年的經濟要硬著陸囉 這個畫面實在是太迷幻了 所以我們不認為會有這樣子的狀況發生 所以聯準會當然會告訴我們 經濟衰退的風險還是很低 目前的狀況都還是可控 可是這件事情我們希望投資朋友 可以先留一個心眼 到底經濟衰退嚴不嚴重 不是聽聯準會說而是要從經濟數據來去做觀察 再來第四個重點就是今年不太可能降息 因為我們剛才重點二講了 聯準會告訴我們通膨還是很高 打通膨的路還有很常要走 所以聯準會主席也認為在今年年底之前 他們不太可能去做降息的動作 那這一點我們等一下後面再來跟大家講得更詳細 我們就像撥洋蔥一樣一層一層把它扒開 我們先看重點五 也就是在會後記者會上面 聯準會主席當然也會被問到 關於最近的銀行危機 包含像是第一共和銀行已經被摩根大通收購了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西太平洋合眾銀行好像開始爆雷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樣子的觀點在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了 美國現在面臨到的金融的流動性問題 它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而這個根本性的問題沒有被解決 所以大家去想想看在前一陣子 是不是看到了像是什麼第一共和銀行 美國的很多的中小型銀行股 股價都出現反彈 都出現反彈 我相信市場上面一定會有一派人告訴你說 這個危機已經解除了 已經不再是危機了 但是我們在節目上面 以及包含我們在我們的Telegram群組裡面 跟大家寫的分析 都是告訴大家這個危機沒有解除 理由就是因為根本性的問題 你就是還在升息 你就是還在縮表 你的問題沒有被解決的情況之下 銀行危機它就像是一個冰山融化的過程 有沒有記得我們講過 它是一個冰山融化的過程 一開始可能融得很慢 你沒有感覺 你以為它沒有繼續融了 但是在某一個時間點以後 你會發現那個冰會這樣子 它那個裂解的速度會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我們一直告訴大家在未來 包含現在也是一樣 在未來會有更多關於金融體系的問題 會浮上檯面 好嗎 那麼再來重點六 重點六是什麼呢 重點六 我們先把重點五講清楚 我們剛才講完故事以後 聯準會的態度是什麼 聯準會認為目前的銀行的問題是可控的 他沒有說問題被解決 但是目前美國銀行面臨到的這些問題 仍然是可控的 他只要不失控 就不會形成系統性的風險 這是聯準會想要告訴我們的結論 來我們再來看重點六 聯準會其實也會被問到 關於美國債務上限的這樣子的問題 那麼美國債務上限的問題 我們在昨天的節目上面 講得非常的清楚 不論是到底國會要不要通過債務上限 以及通過債務上限以後 會面臨到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在昨天的故事 都講得清清楚楚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的話 就看昨天的節目 那麼目前聯準會仍然是非常擔憂 關於美債違約的問題的 也就是他某種程度上面 也是在對國會放出一點訊號 說我們的美債真的不能夠違約 如果違約的話 聯準會是不會來幫忙救的 要記住 聯準會是沒有辦法去救美債違約這件事情的 美債違約 美債到底能不能還得出錢 不是聯準會說了算 美債的發行的權利與否在於美國財政部 那個是財政政策的部分 聯準會負責的是貨幣政策 這兩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拆開來看 所以不要覺得好像美債違約或美債出了問題以後 聯準會能夠出來救市場 聯準會不會出來救市場 聯準會主席自己都出來講了 他們不會幫美債違約這件事情扛責任 好嗎? 所以這是重點6 把這些重點都記起來以後你就知道 昨天的利率決策會議上面到底哪些東西 是大家必須知道的 那麼承襲我們剛剛講的這些觀點跟故事 我們說過了美國的這些銀行體系的壓力仍然很大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這個西太平洋合眾銀行 在昨天我們看到了傳出要考慮出售囉 結果呢 股價在盤後直接重挫52.5% 也就是股價直接腰斬 是不是又印證了我們之前跟大家講的這個流動性的問題 這個根本性的問題沒有被解決 所以在接下來我們認為還會有很多類似的事件 不斷的上演 所以這些東西這些產業以及這類型的股票 大家不要覺得股價好像跌了很多 就想要去抄底 你從天上接下來的東西常常都是刀子 好嗎? 這個地方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麼實際上面我們的觀點有沒有講得很清楚 5月3號我們就跟大家講了 根本性的問題未解 未來還會有更多相關事件發生 我們昨天才講 5月4號就裂開了有沒有 我們就看到了這個股價直接腰斬 所以其實很多的產業研究以及總體經濟的觀點 他們是可以放到後面一段時間來去做驗證的 不會我們馬上講隔天銀行馬上倒幣 沒有那麼強 但是他就是一個整體的金融環境的狀況 我們要搞清楚現在金融環境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才能夠去制定出更正確的交易策略 那麼再來咧 我們的美股財報記是不是還在繼續 美股財報記昨天公布了誰的財報 高通的財報 高通的財報有沒有一如預期的爛 當然有嘛 我們只好在2月的時候就說過高通面臨到的壓力很大 我們也跟大家講過很多次 當今天高通不好的時候 聯發科要怎麼好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一個高通的財報 營收直接年減17% 手機晶片賣得非常的差 而且對於下一季的財務預測一樣是展望不佳 盤後直接跌7% 高通的地位就是台灣的聯發科嘛 我們就想想看台灣的聯發科跌7%大概是什麼感覺 那就是這個感覺 實際上面我們把高通的股價拉出來 跟聯發科的股價來去做比較 大家會覺得非常的奇妙 台灣股市真的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來第一個圈圈的地方有沒有 那個是在年初的時候 年初的時候左右邊紅色圈圈的地方嘛 我們看到了高通跟聯發科的股價位階差不多的位置 到了3月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高通的位置 一樣是在低打 可是聯發科的位置在哪裡 在高檔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這個位置上面一直跟大家講說 哇 聯發科的股價估值太高啦 估值太高啦 但我們不確定投資朋友有沒有聽進去 有沒有願意相信 那麼後來呢 我們看到了說 現在高通的股價位階 是不是又回到了1月初的位置 而聯發科的股價是不是也跟著修正回來了 所以其實你去看了高通的表現 你知道他們是競爭對手 是同一個產業 他們面臨到的是相同的總體經濟因素 那我們是不是就不會在3月份 2月份的時候去做多聯發科 你看到聯發科拉了這一根 這一根是賣點 這根不是買點 你不要太興奮 所以其實分析可以很有邏輯 而不是看到股價長上去 就說聯發科好棒棒 他長上去我們也沒有跟你講好棒棒 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真的可以透過產業的研究 去比較這些競爭對手 彼此之間的股價位階 特別是高通已經是龍頭了 你聯發科是小弟耶 是小弟耶 是二哥而已耶 所以你會看到說 股價當今天位階出現落差 是不是長期來看 他們終究要去反映應該要有的基本面價值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分析的邏輯 而在事後也能夠得到驗證 那麼實際上面我們再來回過頭 談一下關於利率 市場上面的 它的預期是什麼 認為在今年年底之前 應該要降息三碼 也就是降到4.26% 現在是5% 區間的下限5到5.25% 5% 在年底之前要降息三碼 但有可能降息三碼嗎 聯準會告訴我們 今年沒有預期降息 而市場為什麼會認為降息三碼 就是因為在接下來市場認為通膨會降溫的非常快 或者是美國的經濟會出現衰退 而當今天出現衰退的時候 聯準會就必須要用降息來應對 但大家想想看這個講法有沒有問題 邏輯上有沒有問題 很有問題嗎 為什麼 如果今天經濟真的要出現嚴重衰退 聯準會才會快速降息 才有機會在年底之前降息三碼 但如果經濟真的要嚴重衰退的話 請問股市現在的位階是高還是低 如果真的要經濟衰退的話 股市能夠撐在這裡嗎 很顯然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嘛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現在的股市 並沒有把經濟衰退給定價進去 但是另一方面是什麼呢 也是因為市場有強烈的降息預期 所以就支撐了現在市場認為 金融市場的這個流動性 怎麼樣 會越來越寬鬆 最緊翹的時間點已經過去了 所以你才能讓行情撐在這邊 這就是一個多空之間的因素拉扯 雖然你聽完這個故事你覺得很扯 可是這就是現在市場的邏輯 那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 聯準會在年底之前真的有機會降息三碼嗎 我們認為機率非常非常的低 因為通膨沒有打下來之前 聯準會真的不太會去做降息 沒有這個空間讓他做 所以我們認為在年底之前 降息三碼的機率非常非常的低 因此市場在未來勢必要做什麼 預期上面的收斂 預期上面的收斂 隨著時間的推演 我們會發現市場要開始認知到 聯準會在今年年底之前不會降息 再來我們剛剛在最一開始已經講到了 聯準會在接下來應該要停止升息了 六月份會不會繼續升呢 還是有這個機率存在的 市場依然有一部分的人認為 六月份會繼續升息 有多少 17.7% 所以六月份還有升息的預期嗎 有 那麼會不會繼續升息 取決於什麼 取決於經濟數據 只要通膨的數據出現了強勁的反彈 出現了死灰復燃 那聯準會當然還會繼續升息 可是現階段我們看不到這樣的證據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盯緊經濟數據 就是這個原因 好嗎 我們只是要告訴大家 六月份沒有說一定不升息 只是它不升息的機率比較大一點而已 回過頭來看一下加權指數的部分 之前跌到這個位置 我們說過了 會往季線去做測試 那確實測試到了季線以後 我們看到昨天稍微小回檔 雖然小回檔 可是個股的表現還是很好 那麼今天呢 在聯準會升息完結束以後 不確定性降低 再來重新測試一次季線 所以我們昨天的節目上面 跟大家講說 在這個季線爭奪戰的過程裡面 震盪是很正常的 但我們認為指數會緩步墊高 目前我們的觀點 一樣是在背影韌當中 到了台子期 這個紅色框框 就是我們昨天講的啦 你兩點公佈利率決策 兩點半開會後 記者會一直到三點半 指數是不是都沒有跌 一直到了三點半以後 才出現拉回 而拉回呢 我們說了指數會緩步墊高 那如果大家已經搞清楚了 市場的邏輯 你會知道不確定性降低 所以今天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了 在錄影這個時間點 又重新往上拉 其實這個高低點 差也差了100多點啦 也差100多點 我們認為現階段 你說要崩盤的證據 還不夠充分 空方時間還沒到 所以我們認為在這個地方 各股輪動的結構 也都會延續下去 那麼最後的話 就是來跟大家交代一下 我們會員朋友的操作 在昨天我們有跟大家講到說 我們手上的 5321的這個美兒塊 早餐店嘛 美兒美嘛 好吃 那昨天掌停亮燈鎖住 可是呢 我們團隊當然不是指說 要買什麼 要賣什麼 其實我們每天的工作量 都非常的多 我們不只是在盤中 要盯行情 盯資訊 那我們盤後也會去做 所謂的籌碼追蹤 每天都要做 所以當我們去做了盤後的籌碼追蹤以後呢 我們就跟我的團隊討論了一下 我們看到了有什麼 隔日充的分點 他們的成交占比實在是太高了 所以我們在開盤後的第一分鐘 9點01分 我們就全數在107附近賣掉 賣掉 那你說我們能不能賣在經濟內相對高點 可以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昨天有做過研究嘛 有去做了籌碼追蹤 那這個籌碼追蹤什麼意思 大家去看一下 昨天為什麼美人快能夠漲停鎖住 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凱基台北 隔日中的券商分點出現以後 我們這一個風險意識就要拉高了 所以我們在今天早上8點39開盤之前 我們就跟我們的團隊夥伴討論一下 我認為5321應該要第一盤 就要先把它除掉了 因為昨天是隔日中的分點鎖上去的嘛 有沒有邏輯 交易是可以有邏輯的 那也確實我們看到了 在我們賣完以後 股價真的出現了一個賣壓 不是說隔日中的分點出現完以後 股價就一定會跌 而是我們已經知道了 有一個風險就是卡在這裡 手上1700多張的籌碼準備要丟出來 會不會丟我們不知道 但如果丟出來呢 我們能不能先閃 能先閃就先閃一下嘛 股價如果真的這些賣壓已經消耗完 要再重新開啟一波漲勢 就是我們再把它買回來就好了 所以我們希望帶給會員朋友的價值 就是我們做研究的這些動力嘛 大家不用自己花時間去做這些研究 我們團隊每天都會來幫大家做追蹤 那希望大家可以買得漂亮 也賣得更漂亮 那麼在最後的話 我們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在禮拜五的時候 會公佈非農就業數據 而這些經濟數據當然會對於 接下來聯準會的貨幣政策帶來影響 另外美國的財報還是持續在開 會一直開到五月底 我們看到NVIDIA的這個財報 是五月底才會公佈 那麼在整個行情的結構 沒有被破壞的情況之下 個股輪動的空間仍然非常大 我們認為這一波的行情 還是非常值得把握 那麼如果投資朋友 對於這些觀點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加入我們的群組 上面是我們的LINE 下面是我們的Telegram 裡面的資訊都是免費的 那我們團隊也會來持續 幫大家追蹤財經市場的最新資訊 還有繼續幫大家解讀 總體經濟數據背後的秘密 那麼在最後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千萬不要忘記幫我們點一個讚 你的讚就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 那我們今天的分析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我們會條 serviço 我們下 Fear 我們下 builders którzy